好我们再来看到 餐饮业很旺先期挂牌潮 今天全家餐饮以每股72元挂牌上柜 那么抽中一张等于现赚3万多元 但是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 因为今年餐饮集团挂牌上市上柜的比例特别的高 包括全家餐饮开展餐饮三商餐饮抢在年底前上柜 那么为了欢喜还纷纷举办一些折扣活动 像是有买一送一有的甚至还推出770元套餐 放上烤碗高温把油花化开 肉香拌随白烟散发出来 股票没抽到没买到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吃到 像是这一个重达70公克的巨龙烧肉 现在有优惠哦 几乎快比手臂长 这个是牛肝连机 手工才能切出来 整套餐本来是900块 直接变成770 但是要另外再加8块钱 有典故的 那我们特别将我们旗下的品牌 推出770加8元的这样子的优惠活动 那这样就跟我们的股票代号是相同的 那希望呢 推出餐点之后可以 让我们的消费者跟我们共同同欢 那也希望可以再带动一波业绩 不只日式个人烧肉 全家餐饮也引进韩式炸鸡 同样祭出特价餐活动长达半个月 庆祝优惠似乎奏效 72元挂牌上柜出现蜜月行情 一度最高来到109块.5 最高涨幅超过五成 一张最多可以赚超过三万块 12盎司的大乐爷牛排 就算我一个人可以全部渴望 但接下来最好还是再找约朋友一起来 因为会买一送一哦 现点现烤的牛排再送一份免费 等于省下千元活动有三天 原来是开展餐饮也将登陆新贵 旗下的美式餐厅 猪乐牌 乐爷牛排都买一送一 当然因为我们也累积非常多的老客人 老客人听到我们这个消息也非常开心 那所以我们预计会成长大概一到两成的业绩 金黄色炸鸡一大桶想再多来一桶吗 换上新招牌的三双炸鸡 让每块炸鸡不到28块就能买到 光在台北市吃的喝的 上半年产值就高达1506亿元 这让餐饮集团如雨后村笋般 纷纷挂牌上市柜 充业绩也充股价 东森财经新闻毛招品 留意在Tailo道